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这不是给人添堵吗 今天在官场上吃香的喝辣的 全是六四和迫害法轮功之后沾了光着这帮人 这帮人现在年轻的也就六七十岁 年老都七老八十的 你说他有家照顾 而这群当官都不是一个家 七奶八奶平常事 你说澳洲赌王他有几个老婆 他公开的他可以明确说 今天党内当官的人 他安几个家都属于暗昌 他没公开 本来就挺糟心 你还能这事 六四你去六八去 你不是给干部添堵吗 您说是不是 你太不拿党的干部当个干部了吧 法国台这么报道 网上发起在中国各省会广场举行纪念六四活动 一些海外民运人士在网上发起号召 希望在纪念六四22周年这天 走到各省会城市广场 静静的在广场中心站一会儿 心中默默的悼念那些 22年前为争取民主自由而牺牲的年轻生命 而且他们还具体的呼吁说 无论是否能够去省会广场 都希望大家那天穿白的黑的或者灰的素色的衣服 要在心中默默悼念 歇菜了 那天六月四号那天党下一命令肯定白衣服不许穿 黑色衣服也不许穿 灰色的衣服也不许穿 如果照这样的话 反正六四天也热 像北京老爷们你干脆都光板就完了 都跟板爷似的脱了 裸半裸 半裸他让你进天安门广场 你穿一百北心他抓你 你听不听 文章提到说 呼吁发起这一次运动的 是目前居住在美国的民运人士谢万钧 他讲在六月四号那一天 一起聚集在城市广场 让我们相互鼓励 相互慰继 相互给予力量 我们在广场中心静静的站一会儿 在心中默默悼念六次的死难者 同时也使我们能够输一口气 能够释放出心中那一些郁闷和绝望 我说这不用郁闷和绝望 还是那句话 大家那天就都上天安门广场溜达去 你就在在这个长安大街 你就这么走一溜达 我跟您说 那谢万钧还说 如果单一个人行动 我们没有办法抵抗当局的镇压 如果成千上万的人一起行动 我们就不再有恐惧 不再有危险 如果数百万人或者数千万人一同行动 我们就有能力摧毁独裁政权 这消息出去了 就像当初说的茉莉花革命日 网上发出去 至于是真的 是假的 有多少人出去 没人知道 没人心里有谱 没人知道那天到底能发生什么 咱就坐着看 所有拿手 拿那个smartphone的 就是拿那种iphone的 能够录像 您就悄悄身的溜到天安门广场 各城市广场 您就等着 等完您就等那儿 您一定能拍到非常有趣的视频 您信不 三峡大坝是一个缺了八倍得的东西 咱们早就说过 那在这个缺得的东西本身建成那一天 我记得我们金融点击已经说了 那一天 中共当官的没一个人露脸 连放个屁的人都没有 为什么 谁都知道它不是个东西 所以三峡大坝有问题 他直接说出来 在正常 在一个正式的会议上 和报告上提出来 这就说明这就说明可能 晚拆拆拆不了 为什么崩了算了 文章提到说 2011年5月18号 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 通过了积压半年之久的三峡后续工作规划 在新华社公布的报告当中 有条件的将三峡工程的一些不利影响摆到了公开的媒体平台上 这些不利影响包括移民安稳支付 生态环境保护 地质灾害防治 长江中下游航运 书冠和供水 你把这所有东西加起来 就这些项目列出来这些项目加在一起 您说就足以骂谁主政的三峡大坝 谁就是一个按照咱北京老太人说的那句话 那就是一个王八糕子 只有王八糕子才会干这种事 文章提到说 从和三峡大坝无关到有条件的承认了一些不利影响 在此之前 中共的媒体一直说 无论长江包括四川地区 如何发水 如何干旱 如何泥石流 如何严比坍塌 地震 所有都架在一起 跟三峡一点关系没有 我原来跟大家举过一个例子 您到水边玩去 北方人到北戴河玩去 你在沙子上挖一个坑 对吧 把水灌进来 灌到一定程度 那沙子哗就倒了 三峡两岸都是石头 都是山 你知道山里头有多少洞啊 有多少血是什么样 他说我能勘测 你能勘测有多远啊 扯什么蛋 从干粮一直到喝的酒 没有一样不掺甲 我就能信你 能够测量出三峡两岸山边的地质结构 那么准确 你打死我 我也不信 您说是不是这道理 要不然您就信 我就不知道您信不信 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 把水拔高了一百多米 把山体整个侵在水里面 它能不出事吗 结果目前竟然叫有条件的承认了一些不利影响 我还是那句话扯淡 所以文章提到说 从2003年6月1号 三峡水库正式蓄水之后 三峡大坝库区和大坝下游地区灾害不断 但是人们最常听到的就是 所有这一切都与三峡工程无关 和三峡工程无关 倒有条件将三峡工程的一些不利影响摆在平台上 应该说是一个进步 那文章又接着说 为什么国务院要把移民生态和环境保护 泥沙水库调整等等这些问题摆在台面上呢 原因很简单 要钱 所以王维洛分析是国务院要钱 我个人的看法呢 有这个成分 但有另外一个成分 就会要抓出来到底谁负责任 但是这份报告当中 把有关负责的那部分给掩盖了 但是掩盖归掩盖 为什么掩盖 是今天在出这份报告的时候 各派势力打架的结果 而之所以掩盖是说明 干这件事情的人 那个不是东西的东西 他知道他干了一个缺了八倍得的事 他知道他在三峡大坝上挣了多少钱 他知道三峡大坝对中华民族有多深刻的影响 但他什么都不管 他就为了他儿子 他孙子有钱花 这就是今天在中共高层上面当官的 就是这帮人在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强大了 屁股撅起来了 我们出去已经有脸了 你出去真有脸吗 鬼知道 那在这篇文章里提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他说其实三峡本身呢 有一个叫三峡基金 而三峡基金呢 据说在2010年 从老百姓手中就弄到了1100亿人民币 超过了三峡总投资的一半以上 而三峡发电的电机现在都归私人了 是归一家私人公司 文章还提到说 这家私人公司是个股份公司 而包括三峡工程的一些决策者 中央部委和一些有关的地方官员 和主要的工程技术人员 则是这家股份公司原始股的持有者 最后的结果很简单 要炸现在赶快炸 早炸一天 老百姓就早好一天 就这么点事 艾未未这件事情依然影响很大 BBC有篇文章是华夏写的 艾未未与阮实力 文章上来提到说 在美国有两党非常流行的政治脱口秀节目 一个叫美日秀 一个叫科尔伯特报告 说每个节目除了拿当天的新闻 政要和名人开算之外 还一定会有一个嘉宾 这个嘉宾主要谈的内容 都是以搞笑的形式 来谈论严肃的时钟话题 文章提到说 2011年5月16号 在科尔伯特报告的被邀请的嘉宾 是一位拍摄了关于艾未未的纪录片的制片人 主持人科尔伯特展示的第一幅相片 是艾未未参与设计的鸟巢 而接下来的照片 是艾未未自己在上海的工作室 被拆除的照片 所以非常具有讽刺意味 大家听懂了 文章说两个照片形成鲜明对比 结果主持人问说他还活着吗 结果该制片人反问道 难道你认为当局真的会残忍到那种地步吗 而科尔伯特则以他经典的假严肃的方式回答 难道你没有看见奥运会开幕式上 他们是怎么对待那些鼓的吗 玩了命的干 就是这样 文章又提到说 玩笑之鱼 这个美国最著名的脱口秀节目选择讨论一个被中共指责为低俗的犯罪嫌疑人 而并非讨论任何中共花费巨资投入的软实力的话题 就足以证明中共的成千上万的 以提升自己形象的工程完完全全输给了一个简单的艺术家 中共近年耗资巨大 从奥运到世博 从孔子学院到各种攻端手段 能使的招都使了 但是在所有的招里面就缺一样东西 言论自由 其实我说还是说错了 中共使的招所有的招都使了 但招里头缺一个什么东西呢 缺一个做人的基本的人的准则的东西 所以他做出来的东西都不是人的东西 就这么点事 那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